你敢相信吗 宋亚轩真的太厉害了 一年带货一首歌 去年的空城 现在听还在疯狂上头 今年的不往 就成功加入了单曲循环的歌单 咱就是说 这小孩的歌怎么进步的这么快呢 Live现场的真假音转换 直接把姐姐给转迷糊了 2020年 宋亚轩改编翻唱的《兰花草火遍全网》 其中一句 此刻我独领风骚 不知道迷晕了多少姐姐们的心 但其实这个舞台是她19年表演的 当时没多少人关注 时隔一年却突然爆火 估计这小子私下里 也偷摸乐过好几次吧 到了2021年 虽然宋亚轩在音乐方面 没创下什么神仙舞台 但她的慵懒性舞蹈 着实迷倒了不少人 这在当时还创下了一个 漫不惊心的风格 吸引了不少网红争相模仿 只不过都没拿捏住 宋亚轩的慵懒感精髓罢了 这城市那么空 这回忆那么疏 这街道这水马龙 我能和谁相拥 2022年 宋亚轩去王牌对王牌当嘉宾 因为节目每一季都要搞一个音乐专长 给华晨宇炫继 而那一年刚当上常驻的宋亚轩 被启轰上台 小秀了一把歌技 一小段翻唱版的空城输出 不过唱了几十秒 却足足在短视频平台 反反复复活的小半年 至今频道还颇有一种 这段居然已经是去年爆红片段的错乱感呢 到了今年 其实宋亚轩远不止留下了一个神仙舞台 先不说他有多少经典名言 可以拿得出来盘点 仅仅是音乐方面 演唱会的lab现场有富狂 而音宗方面 目前刚播出两期的声声不息嘉年华 他一共唱的三首歌 三个舞台全都爆火了 对高点 与卡特 处理喜马拉雅 变了最冬天 下大雪 大雪 跳在墨河边 永远就要再去 别再去记忆 我不用留心再录下你的日记 很痛啊 骄傲的少年 一群的心里面 是决定的经验 无论是强势的山河图 活泼的把耳朵叫醒 还是高燃的骄傲的少年 完全是谁听谁夸的程度 他去之前 大家还担心他会翻车 毕竟他是男团idol出身 却连队长马家齐去 收获得也不全然都是好评 但是没想到 他的实力这么拿得出手 两期节目看完 已经让人开始期待下一期 宋亚轩会给出怎样精彩的舞台了 视频最后 看完以上众多宋亚轩的神仙舞台 你是否也不可自拔的喜欢上他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